您好 在超过一万四千桶原油泄露到堪萨斯州的一条小溪后 加拿大TC能源公司关闭了其在美国的Caston输油管道 成为近十年来美国最大的原油泄露事件之一 Caston管道每天输油又是2.2万桶 是将加拿大种植原油从爱博塔省运送到美国中西部和墨西哥湾沿岸电油厂的重要大动脉 关闭将持续多长时间尚不清楚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宣布以投票阻止微软 以690亿美元收购动势暴雪 称之会通过拒绝或降低竞争对手们对其热门内容的访问权 从而损害高性能游戏机和订阅领域的竞争 微软总裁乌拉德·史密斯表示 该公司将与联邦贸易委员会进行抗争 半导体生产商博通公布的第四季度财报超出了分析师的预期 该公司预测的本季度收入高于法尔街预期 显示出对数据中心和网络设备所用芯片的强劲需求 企业越来越多地投资于支持向混合工作模式转变所需的基础设施 这让博通这个为数据中心、路由器和WiFi调制解调器制造芯片的公司 在智能手机和PC领域比竞争对手更具优势 据一些知情人士套路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计划在下周公布一份波音787梦想客机的大订单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邀请记者参加周二在制造787的波音南卡罗莱纳州工厂历史性公布的发报 根据一份内部未忘录信息 特斯拉将于12月25日至1月1日之间暂停其上海工厂的Model Y组装 本月底暂停组装的Model Y是特斯拉上海工厂最畅销车型 这是本月计划约30%减产的一部分 亏力资本团队祝您健康快乐